基隆市议员连恩典拿着木棍往下插 发现原来是龙门大排水沟的沟底 破了一个长大约4公尺 宽2公尺 深大约1.8公尺的一个大洞 也造成沟壁和沟顶连带破裂 造成地面上的凹陷 暖暖区地内15号公园 近两年来某个地方的地面总是凹陷下去 又补补了之后又凹陷下去 基隆市议员连恩典发现 这种潜藏天坑危机的情况不寻常 因此会同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科长等人 一起到公园地底下的龙门大排水沟 寻找原因 我来发现原来是大排破裂了的祸 在这边就是破路段 这里 这里哦 你现在可以先来 这边这个管 管来就知道 这边就在这里 对啊 因为你第一个人就在这里 就 这个人就在这里 这个社区啊 这个社区啊 这个公园啊 公园应该拨到一趟 发现问题后 市政府公务处河川水利科 也答应市议员连恩典 将在今年年底前 修复龙门大排的破裂点 避免发生地面下陷等更大的问题 而龙门大排水沟 就是从地内山上龙门谷 沿着台北大镇社区 一路往下到15号公园 位在地底下的大排水沟 记者运松 吉隆报导 谢谢大家